好 那麼我們看 這邊說特徵組掌握陳志忠民意 可掌握的海外資產資料 調查局長長期監控陳志忠的MSN跟Skype 不是說Skype不能監聽 可是這邊看起來也是可以監看的 取得的線索 資料中 特徵組發現 扁家裡陳志忠民意可掌握的海外資產 遠比陳暴撞桌增列的六億還多 尤其每日的銀行帳戶 債券 房地產 陳志忠 吳淑貞都沒有清楚交代 特徵組對吳淑貞的供詞失去信心 不予陳志忠任何協商 所以吳淑貞才提出第三份陳暴撞 供出兩百個企業家送錢的明細 千萬以上 百萬以下 所以號稱百萬俱樂部 然後為了證明陳志忠民意可掌握的金錢 都是政治現金 吳淑貞將拿出隱匿起來的密帳帳本 以及官邸重要訪客進出登記部 來作為佐證 所以他有一個帳本 也是有訪客登記本 你們都說沒送 沒見過我 給你看 哪一天哪 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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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了 等等 哇 很慘 所以跟他家見面 我看都蠻慘 都要很小心 那另外就講王永慶 他們跟王永慶要有異議 而且不給收據 所以呢 這個台速後來動用 私家車搬現金入官邸 說呢 這個不僅留下進出官邸的紀錄 還有錄影資料 都在吳淑貞手裡 真的有錄影資料啊 有 因為進出官邸 所以官邸還不能隨便進出 你還偷偷照相 那個 像他還有幾支監視器 只要監視器 它是五年銷毀嘛 它是五年銷毀 我們今天稍微問了一些國安人員 他說五年以內才銷毀 那 事實上 因為車子進出 他們通常不檢查車子 但是車子進出 還有萊克名單 他們都要事先登記的 都是由官邸 像羅太太 陳桂友 或者陳志忠通知他 說劉毅宏待會他要來 幾點鐘到 他們就要做一個登記 你車子你要幫他們進去 警衛啊什麼就知道就知道 那警衛他們都要知道 但是我在這邊講那個第一段 就是說 所謂長期監控這個 陳志忠 截至目前為止他還在洗錢 啊 真的假的 真的 至少日本 六千到八千萬美金 那他一方面有去跟他認罪協商 一方面還是洗錢 沒有 他認罪協商是因為 鄭森池 因為吳錦茂 因為杜立平還有許多人的公認出來 所以他現在五點七億回不來 海角七億他也回不來 那瑞士的理由只有一個 說有一些轉帳的資料 他們能待查證 所謂查證的話就是證明 事發之後你還在轉帳 老丁喔 為什麼 他說要什麼錢會進來 到現在還沒一毛錢會進來的 陳志忠 至少要把幾億先會回來再說啊 那本來就是說 憑他各種簽各種中文的東西 甚至英文的東西 要叫人家的銀行就這樣去做 是不是那麼容易的啦 那我覺得 我存了錢 我現在提款還不行啊 對 可是人家 人家認為你現在狀況 是不是自由意志 是不是什麼 這個都有很多的法 當然你可以請那個 而且那些銀行本身 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考量 我覺得 我覺得可以考慮 讓那個銀行到台灣來 然後這個 陳志忠在現場 檢察官現場 然後把這事情辦完 甚至於可以考慮 在某一種安全的機制之下 讓陳志忠能夠到海外去 有人看管下去 把這事情處理完畢 因為假如 因為上次他們新加坡看管 就跑了 那是一個沒有一個機制 假如有華講的是真的 我也相信是真的 就陳志忠在繼續的洗錢 繼續在操控的話 那假如這個雜誌 周刊寫的 就是監控他的這個Skype 監控他的這個 這個網上的這種 各種的這種通訊的話 那我覺得 這個特徵組應該把這些事情 逐步 我相信也是在做啦 讓巫蘇貞跟陳水扁了解 他們吐出來的都不夠多 不夠完整 那麼不只 這個協商不會成功 可能還會判更多的 特徵組真的是他們什麼 MSN Skype都知道嗎 有在監控嗎 沒有這個情資 像陳雲呢 是你沒有還是他們沒有 都沒有 因為他們沒有所以我會沒有 你要回答偵查不公開 不與自比 陳雲安講過了嘛 陳雲安講過了 沒有這個情資 他說沒有這個情資 對 這一段可以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MSN已經被破解 那個其實中國時報只登了兩 昨天有 只有差不多兩三 有人頭版頭 這第三版還是第四版的頭版 一個頭條 對 但是我是不太相信的 那有人甚至活影活現說 這個是特徵組故意漏的消息 如果真的你破解了MSN 我覺得老丁剛才講的 說要透過什麼 讓巫蘇貞知道 太客氣了 就壓了 我要特徵組 你還在洗我就壓了 因為你們在滅政嘛 你們在滅政串政 這足夠的理由 所以我不太相信的 那至於說 巫蘇貞有那個錄影帶 還要提供錄影帶 證明你們這些 來過 好意的人 來給我錢的人 都要進出我的拉門 我覺得巫蘇貞 非常的無厘頭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只有一個目的嘛 就證明我家錢真多 滿坑滿谷 而且來路 都是清楚的 沒有來路不明的錢 他就是要證明來路明 而且很明 很光明正大 一點都不髒 需要走到這不同田地嗎 我覺得他 就像 這個被判刑嗎 像故障那樣講的 老闆這個被判刑喔 什麼東西 最近剛剛有一個人 這樣子比一個人之後 後來被判刑 故障那已經在我前面比過了 所以我在他後面沒有關係 公開跟非公開 今天另外一個消息是講 人家婆媳這個新聞 說黃瑞進說我是被利用 我被利用 那我心中覺得 今天發生這種事情 我是被利用 只是不好意思 在媒體上這樣講 不過還是講啦 這不是在媒體上講嗎 沒有沒有沒有 這是給檢察官講的 來 檢察官出來 拿肉出來 2007年在預算官裡說 以一個國際不明的外國男性 理財政見會自滅 簽署文件 但這之前都在 吳淑貞房內簽署文件 簽過好多次 我都搞不清楚什麼時候簽了 開過幾個帳戶 我婆婆英文不錯 吳淑英文不錯 可以直接外國人溝通 聊天是沒有問題的 婆婆比較強勢 所以我就照辦 其實我跟婆婆還滿有拒絕 就劃清界限嘛 我那些文件來不及看就簽名 那些人完全不知道 我每次要簽好幾張 我記得有簽過幾次開戶文件 但次數記不得了 也根本不知道在國外有開過幾個帳戶 我婆婆就是拿文件給我說要我簽名 並告訴我這是家裡的錢 不是dirty money 他講的不是dirty money 然後吳淑貞說跟李專介面說 我們是母女不是婆媳關係 母女 這個陳幸宇長這樣嘛 吳淑貞說 你就跟銀行講說 這是你父親給你的錢 黃瑞進心想說 這不是我爸的錢 為何要這樣跟銀行講 所以我跟銀行的人說 這是我父親給我的gift 禮物 當然我當時知道 這不是我父親給我的 也不是我的錢 好這是 吳淑貞按照這樣講 是黃瑞進跟檢察官招的 來 當然要這樣招啊 因為那時候檢察官都知道了 因為那時候銀行打電話來的時候 陳之鑽跟黃瑞進跟銀行講了 就不一致了 這些檢察官都知道 那傳黃瑞進 黃瑞進會去跟檢察官講說 我不是單純的輪投 我簽名我都知道內容 然後我知道這些是當前嘛 當然不是嘛 就一個被偵訊者的角度 這個講話完全合理 你又要講這話講假話 我覺得他簽的字 沒有看內容 這是可相信的 為什麼 那麼多文件 我簽了 那個錢是跑到我帳戶 又不是把我錢移給別人 我為什麼要看 今天我叫我弟弟簽字 不必講內容 他還會照簽 所以這個我是相信 至於他說 他都不知道那個錢是張錢 這個我是存餘的 就是因為檢察官認定他 你知道這個是張錢 所以才有起錢把它起訴嘛 如果檢察官也認為說 你不知道他是張錢 憑什麼起訴他 而且就是說 婆婆跟媳婦講 說這個給你開個戶 需要去講說 這不是dirty money嗎 這有點奇怪嘛 不會去講這個話 你會講這不是張錢 他這種謊言 是非常容易被那個 我先打開講 我覺得可能是 吳士忍跟他講 你簽簽嗎 這錢沒問題 這不怕 這錢沒問題 不會啦 你簽這個名字 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大概應該是這個意思 第一個 你什麼時候知道 你們家怎麼有錢 第二個 你國泰四華 你去過兩次到三次 你也看到了 你們家 滿屋子都是錢 國泰四華 至少八億 那個時候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當賬戶轉到你手上 你跟你的女兒 甚至於你的老公 三個都是受益人 那我想請問一下 這些事情 你到底知不知道嗎 不是說 吳淑貞說 這不是張錢 但是 你要知道 他們家 吳淑貞沒有工作 陳志忠沒有工作 黃瑞進 陳潔興等 這些 統統都沒有工作 你們家 只有一個人賺錢 這個人就是陳水扁嘛 那我就想請問 你什麼時候知道 你們家這麼有錢 當然 那你今天這樣子講 我也同意 按照一個被告的立場 那我同意 黃瑞進的說法 就是說 我通通都推給我婆婆 陳水扁也推給吳淑貞啊 那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就是說 你在筆錄裡面 把你婆婆講得如此之不堪 究竟是不是吳淑貞受益 或者另有其他原因 是值得我們探究 我覺得 以這個婆婆跟媳婦的關係來講 她講話並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你講說跟你弟弟 還是必須很親近的關係 父母親跟小孩子 假設有巷子的 大筆的資金開戶 也都事先要說明一下 如果是婆婆跟媳婦 就現場講的話 我覺得那個是跟 社會的這個習慣不符合 一定事先有商量 那麼當然大家講說 你什麼時候知道 這都是合理的問題 而且如果吳淑貞講的是真的 說選舉的時候 家裡都滿坑滿目的 天天都看到了嘛 而且選了那麼多次 你知道這個選舉 立委選舉總統選舉 不得提 他瞎一個不看 都不看客人來 而且除了兩百個人 三百個人 五百個人 一千個人經常出入 而且每天都是客人 黃瑞健跟陳志忠 出國所有的開支 是陳志忠出 還是黃瑞健出 還是他們跟父母親要 不想一想嘛 這更不合理的事 那房子誰買的 對啊 寶來 什麼神文熟悉 沒有討論的事情 我覺得黃瑞健這段話 就是要為自己開脫 證明自己的無辜 但是會不會感動我 我是不會的 為什麼 他講這些話 有一部分是真的 那個情境 我覺得不是完全內造 但是你看 被利用的大概有三種 一種是糊裡糊塗 就是說你偷我的圖章 偷克我的圖章 今天不是有一個兩年 被騙十一次嘛 把我變成哪去當人頭 糊裡糊塗 第二個就是無警方模式 就是說 你是我妹妹 你是第一家庭 我幫你個忙 但是沒有回饋 我不拿你的錢 第二種 第三種就是黃瑞健 那黃瑞健 我覺得他開始 介入這個東西 跟他婆婆的互動 到最後去到處亂移動丈夫 我覺得這個過程中 其實他的性質 是隨時在改變的 那一開始的時候 盧森想到說 我們要開始這個計畫 你啊你來 他開始的時候 也許就天真浪漫 就說你要我什麼 但是後來他會見就 不錯喔 這麼多錢 多喔 我去到國外的時候 讚喔 甚至有的時候說 再來啦 昂西敢稱之中 會再去哪裡 我覺得越來恐怕 就介入越深 而且 滿房間的錢 都到我們戶頭裡去了 不過我要提醒一點 這個武警嘛 因為沒有直接受益 所以他的處理態度 就不一樣了 他後來漸漸覺得不太對 所以他要求他妹妹 把我關掉 把我的帳戶 我跟我老婆的帳戶 關掉 因為他不要了 他沒有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最後的受益者 他們從來即使覺得不太對 也沒有開口說 關掉 我不要了 只有到了最後要認罪協商的時候 才說我什麼都不要啦 連鑽石也不要啦 這態度是不一樣的 態度不一樣 可以證明 你所知有多少 完全不一樣 跟武器媽媽不一樣的 這下一個 需要再回來